人最怕的就是死亡,因为死亡意味着永远结束,意味着身体与意志的永久消亡。 可是,随着科学家研究的深入,发现死亡并不像人类最初设想的那样简单,背后藏着难以理解的发现。 美国在生医学和先进细胞技术公司的科学主任Robert Nelson博士最近火了。 他写了一本叫做《生物中心论》的书,书里面描述了死亡,并不是一切的结束,人们其实可以永远的活下去,你没听错,死亡永生一直是人类永不见知的话题。 对于人类永生的说法,其实有很多宗教典籍中都有记载,比如佛教中有一个公案,说是某人做了什么坏事,结果下意识成为了大宰的猪。 他被人们杀掉后,感受到痛苦,但是痛苦并没有就此结束。 此后,不论他是被包皮,做成猪肉制品,放入冰箱,拿出来开始嘲笑,他都会感受到同样的痛苦。 这种痛苦一直存在到被人吃下肚方才在阳世间结束,而后续的无数节的痛苦还在等待着他。 当天终于立即了劫难,重新转生成人的时候,他晚上仍然能够梦到自己以前的劫难。 一旦想起,他的皮肤就开始流血,无比的痛苦。 有人认为宗教就是迷信,那好,让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讨论下死亡与永生。 Robert Langer博士始终最新于研究天体物理学,量次力学和物理学,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叫做生物中心论的理论。 他认为是意识创造的宇宙,而非宇宙创造意识。 他认为时间和空间不是一个东西,只是我们的认知而已。 我们就像背着壳的乌龟一样,背着时空到处旅行。 一旦这个壳脱落了,我们仍然存在。 生物中心论的主要思想,就是意识不会死亡。 很多人认为人死了意识也就会小三。 但是是Robert Langer博士认为,意识存在于时空的拘束外。 在一个宇宙里你的身体死亡后,另一个宇宙会吸收你的意识,然后继续存在,会到另一个类似的宇宙去继续活下去。 Robert Langer博士解释说,宇宙中有许多膨胀的球状,它们会再形成更多类似的球状,然后一直无限的形成更多球状。 宇宙中它们被分散开来,也不知道对方的存在,但却又是同一个宇宙的一部分。 根据生物中心论的论点,我们的灵魂在我们死后会到了另外的宇宙。 在科学家进行的宾死实验中,都会发生因为在神经系统里的量子资料离开身体,然后在宇宙中散去。 根据英国物理学家Walter Penrose的悲析,意识存在于脑细胞里的微观理念,人的死亡时这些资料与你的意识,会一起离开身体。 我们的意识会存在因为这些微观引发的量子引力效应。 这理论叫做和谐客观还原。 Hemerov说如果是为一个宾死的人没有被救火的话,那么这些量子资料可以一直存在于身体之外。 像灵魂一样,也就是说我们意识的能量,在某个时间,会被回收到另一个身体。 在这之前它会存在于身体之外的某种现实理念,也有可能是另一个宇宙理念。 它声称现在已经有足够证据证明人死后并未消失。 死亡只是人类一时造成的幻想,生物中泄论,其实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平行宇宙一样。 就是在我们这个宇宙中发生的任何的事情,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也同时进行。 当我们再次逃一些问题的事情,也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宇宙的我们的思路。 这就是所谓的灵光欲闪了。 小伙伴们,Hemerov没有做过这样的梦,梦见另一个自己生活在不同的世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